大家好,我是元祺 在中秋節的時候呢,我在IG還有臉書上面發布了一支切月餅給小兔子吃的影片 那收到了蠻多粉絲留言或是私訊跟我說 想要學這個動畫是怎麼做出來的 那今天的這支影片呢,就要來教大家怎麼製作出這個切月餅給兔子吃的影片 那其實不太算是動畫 只有後半部兔子把月餅吃掉的這段是運用了動畫的製作方式 那前半部呢,其實用到的是很簡單的電繪的圖層概念 然後以及運用了一些在Procreate裡面移動縮放的小技巧 還有拍攝的時候取了一些角度 然後做出了這個把月餅切拌了之後拿給兔子吃的影片 那如果你想知道這個作品是怎麼做出來的,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請大家先畫好一顆月餅 現在這一整顆月餅都要確保它是在一個圖層裡面 就是它沒有在額外分出光影或是細節等等的圖層 整顆月餅都在一個圖層中 再來我們點擊這個選取工具 在這邊選圖手畫 把前半部的月餅框起來 那在頂端這裡呢,可以順著月餅的形狀 讓它有一點凹凸凹凸 這邊把它切一半 選取起來之後呢,把靠近我們這一半的月餅剪下貼上 這邊它就會分成兩個圖層了 分別是前半部靠近我們的月餅跟比較後面的這個要有線的月餅 那接下來就是在後面的這個月餅下方畫出它裡面的餡料 像這樣子畫出了月餅裡面的餡料之後 打開前半部的塗層 確認一下邊緣有沒有完整的把餡料給蓋住 那要注意的是在畫餡料的時候呢 可以像我這樣子把餡料跟月餅後半部的塗層分開 確保你在畫的時候沒有去動到月餅表面的這些邊緣的地方 讓它打開另外一個塗層的時候 依然是一個完整的月餅 這樣子我們就準備好了一個切開的月餅 以及一個完整的月餅 再來我們再畫出一個要用來切它的刀子 接著就進到重點部分 這個刀子我們要把它的塗層位置放在前半部月餅跟後半部月餅的中間 那上面這邊是我做動畫的一些塗層 就先忽略它我們看這裡就好 這個是前半部的月餅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刀子 最後面是後半部的月餅 這邊我們就可以按移動工具移動一下刀子看看 那這樣子呢就有一個切月餅的效果了 在Procreate裡面我之前也有提到說 如果你要移動物品啊 如果要避免去按到這個縮放的話 你可以按畫面旁邊的地方去移動這個物品 所以拿出手機來拍攝的時候呢 我們先讓畫面裡面這些東西靠旁邊一點 那這樣子在手機裡面就只看到刀子跟月餅 再按下移動 那這時候我們的手是在錄影的範圍外面在這邊移動 所以就不會拍到你的手在拿刀子切 這樣子就有切切切的效果了 那切完之後呢要怎麼把月餅分開 就會運用到在Procreate裡面 同時移動兩個物品的這個小技巧 我們先把刀子插在中間 然後在塗層這裡打開 選取刀子再往右滑一下 靠近我們的這半邊的月餅 兩個都選取起來之後一起按移動 就可以把它往這邊移過來 那後半部也是一樣的做法 先選取刀子 然後再選取一下後半部的月餅 然後再按移動就可以把它往旁邊推過去 最後就是用手捏著月餅給小兔子吃的這個橋段 雖然看似簡單 但實際上也運用到了一點點的小技巧 我們先把刀子關掉 然後選取後半部的我們要拿起來這個月餅 把它按移動之後呢 如果你用兩根手指頭這樣子移 就是又會很容易去按到它的縮放 或是會很難移動 所以我們雖然手是比這樣子 可是實際上碰到螢幕的只有一根手指頭 再試一次喔 因為兩根同時碰到就會很容易變成上一步 所以這邊要多嘗試幾次 好 只有一根手指頭碰到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捏著你的月餅拿來拿去了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Procreate圖層以及移動縮放的教學 大家都有學會了嗎 那至於後半段小兔子把月餅吃掉 還有好處文字的這段動畫呢 會在我接下來即將上架的動畫線上課程中 詳細的教給大家 有興趣的人請點擊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查看更多課程相關的細節 那提醒一下募資66者的優惠只有到10月4號喔 請把握時間 那還有任何跟畫畫有關的問題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會在拍成影片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